各位關心我們藻礁城王的夥伴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感謝大家的歷齡 今天是我們搶救大藩藻礁第114場的記者會 千呼萬喚這個內聽正會終於要開啟了 那為什麼是內聽正會呢 而不是正式的聽正會呢 這個講起來就很清酸了 本來行政情緒法裡面就有聽正這個制度 相關單位 相關機關在面臨各種重大的決策的時候 他們就有權啟動 尤其是像我們藻礁 這麼重要的一個國際級的地景要被破壞的時候 如果能夠儘早透過聽正來釐清爭點 那很多事情呢 就不會演變得複雜 浪費社會成本 可是我們看到呢 我們的行政體系呢 領於上級的官威 他們不敢專業 不敢獨立的運作 他們只能呢 聽命於上級的臉色 所以這些事情呢 就是演變到現在 幸好啊 就是我們在環團的 跟總統見面的時候呢 總統也感覺到 這個有誠性的問題 我們也算是釋出善意 就是 雖然不是正式聽證會 那麼內聽證會也可以離心相關的疑點 讓我們全體國民可以了解到這個問題 到底出在哪裡 那也許呢 還可以讓我們的政府機關 來得及煞車 可以減少我們社會的不必要的付出 那麼觀塘三天案其實現在破壞的狀況正在進行中 那如果能夠越早停工 我們認為呢 它的影響當然就會越小 所以我們也非常珍惜這一次的內聽證會 那我們至少希望呢 可以用直播留下這些記錄 我們全國的民眾呢 可以在這些直播留下來的影像裡面 隨時可以去了解到真點在哪裡 那我們也期待我們的媒體朋友幫我們廣宣 讓這一個關於環境正義的事情呢 可以對全國人民了解 進而 在我們下一個階段 當政府還是不願意懸崖勒馬的時候 我們的公投啟動 然後全國人民可以藉著這一次的了解 來做你最神聖的抉擇 那珍愛藻礁的公投呢 在上個月十七號開過了聽證會 那聽證會上呢 包括我們中央選委會邀請的學者 他們都一面倒的認為這個珍愛藻礁公投的主文和內容沒有什麼意義 也就是呢 他本來就應該行事審查 不用太勉強 不用太刁難 那過去我們有看到許多的案例 包括我們今天在場的環境環保聯盟的會長 他們也曾經提出過這個相關的公投 但是沒有被通過 那我們會希望這一次就不要再把這首深入到我們這一個公投來 那接下來我先請我們台灣公民參與協會理事長 來對今天的議題向大家討論好不好 媒體朋友潘老師好 我們與會的先進 還有媒體朋友大家早安好 那我是台灣公民參與協會的理事長何忠勳 那最近在環環 在這環保界有兩個事情讓大家很傷心難過 第一個就是呢 那個藍鐵綜藝在昨天被強摘了 最後兩步 那同時在同一個時間當天 屏東有一個原住民附落的長老制本 那這兩個長期抗爭呢 那個最後呢已被悲劇收場了 那我聯想到 我當年在2004年 我們現在的會長也在 我在環保聯盟擔任秘書長的時候 因為那個是民進黨第二次 那個連任成功 然後呢 當時啊 信心十足呢 全黨呢 一股邁向永久執政的氣氛 那那個時候 我是接環保聯盟秘書長 也是長期跟民進黨是 夥伴關係是不錯的 但是呢 這個氛圍來投射到現在十六年後的今天 民進黨最高票 那現在因為那個 美中海關係的尾廟變化呢 他也全黨一股邁向永久執政的歡樂氣氛 那當民進黨啊 那個歡樂氣氛存在的時候呢 那基本上就是環境運動的悲歌 為什麼 因為他就不會比較去看重他的核心價值環境運動 所以那個環境運動呢 就會陷入很大的困境 那這個困境呢 就必須讓環團啊 非常努力的去不斷的去衝撞 而這個衝撞呢 往往又會被那個親民進黨或者是說 一些比較親民進黨的NGO的夥伴啊 所譴責 那所以呢 環境運動不管誰執政啊 都走得異常的辛苦 那我們也發現到 這兩波道報 我們現在這個藻礁啊 執政黨已經少了耐心 謙卑心跟溝通心 不過因為那個藻礁 魏連鎖可是衝到一萬多票 那這個公投當然對執政黨而言 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帶 因為你在第一階段 你能夠衝到一萬多啊 你在第二階段 其實是很容易就過關的 可是呢 掌握這個公投的工具 還是在執政黨 因為現在中選委委員啊 幾乎全部都是執政黨提名的 也都是比較親執政黨的 雖然潘老師非常樂觀 說明天的那個公投審議 就會有結果 但是明天可能會有三個結果 第一個呢 他就是過了 第二個不過 第三個呢 就是呢 補證 也就是說 那你的那個公投的那個 條文內涵 有一些瑕疵 那麼其實在從上一次聽證會當中啊 我們就已經看到這個端倪 那你看如果一旦又要補證呢 一拖又是一個月 然後呢 再來呢 我給你真正給你過了 你還要花一個月去審查 第一階段提案的連署 所以等於說 我們的藻礁公投 就算能夠順利過 要連署三十萬份 也會從半年剩下不到三個月 所以是非常的困難的 所以我們期盼呢 明天的那個公投 下午的公投的會議啊 能夠 能夠 能夠秉持的 超然的立場啊 讓那個搶救 找交公投能夠順利的過 那再來呢 就是 緊接著就是 禮拜一 跟禮拜三 十九號跟二十一號的 內聽證 我 我們 因為我也是公民參與學生的理事長 公民參與裡面 從來沒有內聽證這個字樣 要嘛就是聽證 但是呢聽證呢 它是非常具有法律效益的 因為它是可以讓政法 很清楚的來談清楚 可是一旦是內聽證啊 那就沒有法律效益 但是呢 因為 執政黨的堅持啊 民間團體的 我們還是能夠期待溝通 所以在卑微之下呢 我們 妥協了這個內聽證 那當然這也是 民間團體提算說 你不聽證的話 我們就內聽證 那原本呢 農委會主委啊 跟副主委要 全程出席 本來是可以全程出席 本來是可以全程出席 但是因為那個 所有的行政程序 一直有狀況 那個 所以一直拖 拖到現在國會開議了 他們 他們要備詢 所以可能 主持人就只有處長 那還有一個 民間團體代表 你說內聽證有三個主持人 一個就是 本來是農委會主委 還有一個是 民間團體我們是 那個洞涉的 朱真宏 另外一個是 經濟部的次長 但是我在猜 可能那個 層情不會很高 所以這個內聽證 也是風雨飄搖 那本來也期待工部門 能夠幫忙宣傳 那他現在是說 通通他就只有提供一個場地 直播也沒有了 然後呢 那個宣傳也沒有 所以就要靠 民間之力救濟 所以今天被開這個記者會 所以是希望至少讓這個內聽證的消息能夠出去 因為團體民間團體自己會直播 那當然如果媒體願意幫忙直播是最好 那這個就是大家開天窗說真話 也就是說呢 所有的程序啊 真點沒有釐清就一直討論下去 半天可以討論到一整天 所以這個是 我認為是工部門將無可閃躲的一個很重要的契機 那民間團體也整理出非常多的真點 等於會員會御師也會來報告 所以我們也期待這個內聽證這一個 這個內聽證這個會議能夠讓更多的人來知道 讓更多 因為在上一次中選會的公投聽證裡面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的工部門啊 支支吾吾啊 說不出一個真正的重點 那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那我們期待 那個 因為這個內聽證的最後的關鍵也是在執政黨 所以我們希望說 公投跟內聽證啊 能夠讓我們的執政黨 能夠看看能不能創造一個奇蹟 那這個奇蹟當然就是 執政黨他願不願創造這個奇蹟 讓藻礁有起始回生的可能 那不然的話呢 那個民進黨的執政就會重高啊 2004年 走向2005年 然後再走向2007、2008的衰敗 好 那個以上是我的發言 謝謝 謝謝同學老師 那我們這次內聽證會呢 我們已經整理出了三十多個證點 那這三十多個證點呢 我們把它歸類成兩大類 那第一類呢有六個證點 第二類呢有五個證點 我們分別請 首先我們請台灣滿野性 德成泰協會的理事長陳憲政 來報告第一部分 相關的證點 這是歸納過的證點 好 會沒記得 好 其實我們從這個案子 在懷疑的階段 甚至到之後 跟工部門接觸的階段 我們都可以發現一個事實 就是有關開發單位 所援引的資料 跟我們民間團體 專家學者 所用的 所調查的資料 有極大的差距 好 那這個科學事實 就一般人的理解 它其實應該只有一個真相 但是呢 這一次的官堂的工業區 工業港的一個開發案 在這樣的一個科學事實 不管是中油 就是開發方的一個學者 或者是反對方的一個學者 針對大函藻礁 它的生態 到底是豐富還是不豐富 居然會有南原北側的這個差異 這個真的是讓人匪夷所思 所以我們想要釐清 為什麼這個聽證那麼重要 因為我們想要知道 到底誰在入島 那另外 有關關堂工業港的一個興建 對於整個沿岸的一個生態 還有客家文化 還有海岸的一個侵蝕 或者是淤積 那到底是好是壞 這個也有不一樣的一個講法 那這些 我們的執政黨都說清楚了嗎 我們認為是沒有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次的一個聽證會 可以把這一些真點 可以逐一的釐清 讓社會大眾清楚的知道 到底誰才是講真的 那有關第一個部分 這個三階籤子 是否有利於藻礁生態的保育 我們把它歸納成六個 比較主要的一個真點 那細部的部分 我們會在聽證會當天 用簡報的方式來跟社會大眾做說明 那我們今天就只針對藻礁的真點的部分 來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 觀塘工業港之海域開發範圍 是否影響藻礁生態系 第二個 觀塘工業港之海域開發範圍 是否影響財山都被恐怖珊瑚的生存 第三個 迴避替代修正之觀塘工業港新建後 是否會導致土地效應 是否會有岩岸流洋流的切割效應 第二個 民間團體在105年11月22號 已經提報大韓自然地景的一個提報動作 但是到目前已經過了四年了 何時才要正式的依法進入審議程序 第六個 觀塘工業港新建後 對漁民的作業到底有沒有影響 海客文化是否因此而沒落 那我們要再次重申 我們不是反對新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我們主張的是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應該蓋在正確的場子 蓋在安全的地方 那在這些問題都還沒有釐清之前 開發單位一定要立即聽說 謝謝 謝謝陳憲政女士長 那接下來呢 我請我們環界法律人協會的女士長 張玉言張律師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來採訪 那這次本次找交的內聽證會議 就像剛才何中勳理事長講 他並不是一個法定程序當中的聽證 因此他其實沒有法律的強制的拘束力 但是既然我們稱之為內聽證 當然會希望政府這邊在辦理這個聽證的時候 應該要把他的程序跟規格 能夠符合行政程序法的第一章 第十節的聽證規定 也就是行政程序法的第54條到第66條的規定 那這裡面有一些規定是蠻重要的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這個內聽證在符合上述這些規定 很重要的是必須要把三接這個案件 所涉及到的爭點 還有政府端開發單位端以及民間當地居民端 這幾個方面的主張 以及各該利害關係方支持及主張的證據 也就是爭點 主張跟證據 應該要在這次的內聽證會議當中 來把它呈現出來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公布的是民間團體 認為應該要列入內聽證的爭點 那至於說主張以及證據 會在內聽證會會議正式召開的時候 來把它說明的清楚 那我們今天這邊公布的是第二大爭點 是跟能源安全及溫室氣體減量有關的爭點 主要的爭點是三接千級 是否更有利能源安全與溫室氣體減量 在這個爭點之下 我們讀列了五個子爭點 第一 從能源安全角度 大爭是否為天然氣接收站的適當長指 第二 三接千指電力是否主動 第三 三接是否有其他措施或長指替代方案 第四 若改由台電至其他地點新建接收站 是否更有利能源轉型 第五 想要達到2050年溫室氣體減半的法定目標 燃氣發電在2025年之後將逐漸下降 目前新建的天然氣接收站 未來將會高比例顯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犧牲7600年形成的藻礁生態性 是不是值得 那這些爭點 依照行政程序法的58條 61條跟62條的這些規定 很重要的 最核心的 最關鍵的 其實就是證據的提出 證據的呈現 還有證據的調查 64條規定 聽證要做成紀錄 65條規定 聽證要做成決定 那我們很希望透過這一次的類聽證會議 透過民間團體開發單位跟政府機關的工房及舉證 還有最最最重要的是 透過各位媒體朋友的廣泛報 可以讓社會大眾來了解 來作為明年珍愛藻礁公投的堅實基礎 這個是台灣民主深化很重要的一場運動 謝謝各位媒體 謝謝兩位律師把我們 有關於兩大項的爭點 其中包括11個子爭點都一一的報告出來 那我們非常期待 政府相關單位到時候能夠針對這些爭點 好好的回應 那今天我們也很高興 台灣環保聯盟的會長 劉慈堅劉會長 劉慈堅劉會長 我們請他也為我們藻礁 和公寶的事再說明 謝謝 主持人還有各位鄉親各位媒體 大家好 我想我們台灣環保聯盟一樣支持 希望三階這個接收站重新評選 重新評選 我想這是一個比較工程技術面的請求 那這樣的一個提議呢 第一個這個計畫的環評呢 也是在民國95年 15年前的一個環評案 他們是在去年全年經過環保署啦 大家爭執這樣來慎重審議 時空地檢是這麼多的變化 包括國際政經的情勢 這樣環評能夠繼續來 沿用做決策的依據嗎 第二個我想就贊同 也呼應最後一頁的這個 人員方面的議題的Q1跟Q3 也就是接收站的大談 我們是一個適當的長者嗎 Q3就是說 是不是有替代方案嗎 這個都是可以提出 讓大家睡午的工程的說明 那就我那時候所觀察了解的 那時候所替代方案 是中油公司自己說 他們沒有替代方案 那這樣一個當事人可以直接提出這樣的意見 讓政府主管部門就這樣決策下去嗎 我覺得像這樣的過程 這樣的一個提供的研究 所有平良資料都是不當的 不足的 甚至是荒謬的 以後現在大家不用趕那地方去看 當地的風有多大 我們也有很多資料可以看到 它幾乎有一年有一半的時間 是沒辦法進堂的 沒辦法卸掉 卸這些天然性 那我們還在繼續往這條路走嗎 希望像這樣的資料 這樣的觀點 大家也能夠再重視 做報導 我們在公聽會 在各樣的場合 繼續提出 希望有正確適當的解答 謝謝 謝謝 盧葵長的聲援 我們是真心的期待 這次列聽政會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公開 公平公正的方式 雙方經過辯論 把正點釐清 讓全國人民都知道 但是這樣的期待 在這個時候 我們其實還是感覺到有點優勢 就是本來像這樣一個這麼正式的會議 應該開會通知要早一點送到相關出席者的手上 可是下禮拜就要開會了 我們在座的所有的出席者 到現在還沒有收到開會通知 那事實上 上一次的會前會 就已經有共識 就是這次的會議開會通知 不會像上一次那麼拖延、療草 這次一定會在一個禮拜前 那現在只剩下四天 我們還沒有接到 當然他們會說 是因為下個禮拜 正好就是理法院有很多的質詢 包括主委、副主委這些 通通都要接受質詢 沒有辦法出席 所以在這些事情上面 他們有了一些變化的處置 但是你有這些變化處置 你也應該事先跟我們講一下 讓我們心裡有個準備嗎 完全沒有 到昨天才說是不是換個處長來主持 大家可以接受啊 你們 所以我們是對這個內京政會 政府所表現的誠意感到失望 那我們也期待他們在下個禮拜 正式的內京政會上場的時候 認真來面對這個問題 如果還是這樣敷衍 其實是在鼓勵我們人民的憤怒 而助長我們在公投上面呢 更認真去翻轉這個決策 最後我們就讓大家一起來問問口號 我們就按照我們今天這個已經寫好的版字 裏清爭點 保護優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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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事審查 保障民權 請出發